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都来了 聚聚呗 那行啊 那走 我这儿有点走不开 阿萱 喂 好好看店 吃吃吃吃吃点 就洛天这小子 我跟你说 太不仗义了 说好一块来的 中途接一电话 加班下来 他一直是这样 就一个工作狂 我们理解理解啊 不靠谱 我们来喝酒 老郭 今天没去你的退役宴 实在是有点抱歉 说什么呢 兄弟念不至于啊 没事 知道你不习惯那种场合不勉强 我们那会儿训练 心里头较的劲儿呢 谁也不敢松懈 咬着牙每天都练 就怕手速不能保持 弄得自己都不会累一样 所以是王牌嘛 我不是这个 我不是这个 行 你知道吗 他那个时候 你记得吗 天天白开水就白馒头 我都以为是庙里来的 什么也不干 女朋友都不谈 没你会聊天 没人家帅 哪儿来女朋友啊 你可得了吧 你忽悠别人还行啊 咱们圈里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舒文 被她分分钟搞定 喝多了啊 没事没事 都过去的事了 来来 喝酒 别提了啊 过去了 过去了啊 过去了还跟人老死不相往来 谁跟谁老死不相往来啊 现在的状态挺好的嘛 是不是 小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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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来叙旧 来来来 来来 叙旧 叙旧 来来 来来 来 来来 来 来 来来 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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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几点飞机啊 我送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对了 我听赵姐你说 吞吞昌真人秀 你拒绝了 我不喜欢做那种 浪费时间的事 你应该知道 老孙为什么离开这个行业吧 我知道 他有他的苦衷 其实那些年里 我们五个人中 就是他最狂热 也最有天赋 那个时候电子经济 还不被人所看好 所以他父母一生病 他只能进入现实 队长 我不明白 你是让我跟现实对抗呢 还是让我接受现实 商业有他坏的一面 也有他好的一面 我们要学会应变 才能走得更远 我知道了 以后只要不影响 站队训练 能配合的我尽量配合 好 来 这个我拿走了 长得还不错 巅峰新出的五个英雄 志恒 金灿 玉邦 龚西长青 阿信的资料都在这里了 我们当下最紧急的任务 就是拿下这五个英雄 在内测赛上 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你想依靠新英雄打比赛 你想清楚没 这些新英雄我们才刚练 要吃透 恐怕很有难度 不错 不过对手跟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对新英雄都在摸索阶段 如果我们能抢先一步掌握 就能出其之手 相反 如果被对手熟练运用 我们也会非常被动 空哥说得对 金帅 你现在是我们的队长 你的话 我无条件服从 我也是 是 谢谢兄弟们的信任 我们一起加油 不过现在有个新的问题 就是训练新英雄的时间太短 赵经理让我们其中一个人 去参加真人秀 就太浪费时间了 没事 这是我知道 好了 我们开始训练吧 联系来吧 兄弟们 你不知道是我吗 谁也别跟我讲 GTV咱们真得罪不起啊 建总 相控啊 我正好要找你 我听赵经理说 GTV那边和你 建总 我来 就是要跟赵经理说这件事的 我已经跟GTV那边 确定了真人秀的当机 还不可能 这 我 我怎么不知道啊 您不知道啊 那您得问问您的手机了 GTV的人一直打您电话 您都不接 真假 没有啊 你看 你看 真没有啊 对了 赵经理 以后只要不影响 战队训练的商业合作 只要您告诉我 我一定会积极为何 金董 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好好训练 来 秋莹 安导演 季帅 这就是和你一组的秋莹 不是 安导演 我 我跟季相控是搭档啊 对啊 裴夕和乔欣是一组 你们俩是一组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 故事开始前我会通知大家 来 我跟季相控是一组 去 我跟季相控是一组 你不是一向和季相控关系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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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什么事啊 你有相要走了 裴夕 等等我 好啊 你看什么看 为了上这个节目你花了不少心思吧 什么意思呀你 别告诉我这样的分组只是一个强谱 季将功我告诉你 我秋英来这个节目 我光明正大地被邀请进来的 而且我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搭档是你这个混蛋 是吗 好啊 那我等会儿一定会让你出镜风头 回答错误 还是蛮厉害的 地是不是 秋英没事吧 没关系啊 但是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好的 来 第三题还是来到了裴希这边 时钟寿为什么能够担任队伍中的多个位置 A技能决定 B属性决定 C长相决定 D出装决定 正确是 正确是 D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裴希啊你 乔欣这边真的很幸运啊裴希又答对了 好 那再次来到了激阳风这边 这次能不能答对呢 请听题 燃炎杖能叠加多少次伤害 A一次 B两次 C三次 D无限次 请慎重回答 D D 到底对不对呢 回答错误 季孝孔 我们这个惩罚装队还是有一些视觉效果的啊 秋英你没事吧 快找人把秋英你捞上来 季孝孔 你就是在找我 你就是在找我 我们现在看到秋英有一点点生气 有点愤怒 你为什么老是打错啊 哎呀 我是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我就有点紧张 我们看一下秋英还是有一点点情绪了 你摔得疼不疼啊 好的 那目前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题 也落到了季孝孔这边 目前这边还没有成功过 所以要加油了 请听题 英雄雷神的技能是由左手发射还是右手发射呢 一个简单的二选一 请回答 季孝孔 你有本事你就继续答错啊 我告诉你 我 我球衣从来都没有在怕的 左手 左手 我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秋英 秋英 你没事吧 先下工 就是过一的 就是过一的 今天这边一次都没有答对啊 秋英在里面要挺住啊 好的 经过这一轮的角逐 裴夕和乔欣这边目前积分排在第一位 那这个时候有请乔欣和秋英来到台上 有请 恭喜裴夕这边啊 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现在 非常感谢一路 有意思吗 有没有意思 我说的算 好的 那就让我再次恭喜裴新组合 领线进入到了下一轮 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良品铺子高端零食 独家冠冰播出的GDV 超重量级真人秀王者英雄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轮 双排大对决 我希望你认真地对待这场比赛 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职业大神在安心的对线发育 丝毫没有管各自的队友 而乔欣秋英这边却打得很凶啊 乔欣 上年那么针对吗 上年那么针对吗 秋英 你别追她 打不了往后撤啊 秋英 刹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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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欣转身平和赔系的赵武哲 击杀了才有的秋英漂亮 第一滴血 又死了 我们看残血的继向空依然留在中路 听记经验 听到你还想一打二吗 什么一打二啊 我看是一打三吧 这个继向空跟你们一伙了吧 你要想赢的话就跟着我走 啊 我说你要想赢的话就跟着我走 哪也别去 我不是在帮你 我不想让你从我后头你 就是要向激昂军求助吗 等一下就在干嘛呀 邱欣怎么跑得半个前面 借向空来中路了 激昂军快过来 不弹血了 不追啊 在这儿在这儿 你让我自己等死就是你的战术啊 你要想赢的话就照我的座 在草丛里干嘛没动气啊 你在草丛里面等着 不叫你过来你就别过来 他在干什么 裴系随着机阳空到了塔下 藏好了 别进他们视野里 你确定不要我帮帮你啊 这样下去机阳空 这边真的很危险了 好好待着别动 我把裴系引过来了 上 别打了 上啊 干嘛干嘛 上啊 放大招啊 我们看到邱鹰 冲他动了 这是一步埋伏 机阳空一技能控住了 乔欣裴系 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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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干嘛 跟我中推 来来来 推掉了 现在推最后的水击 加油加油加油 漂亮 双刀 双刀 你当够我双刀了 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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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这真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来 也欢迎裴熙和乔欣来到台上 有请 来 裴熙和乔欣 嗯 那我宣布 第二局比赛 季向空 秋一 获得了双排大决战的胜利 恭喜二位 谢谢 咱再跟你合个影吗 嗯 可以 一二三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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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叫你战场欺诈师 确实有人这么叫我 你刚刚确实骗到我 一个小陷阱而已 没想到你还真信了 不错 我本来以为那个菜鸟 会成为你的累赘 没想到 你居然还能用上他 人尽其彩 这是我用人的原则 如果今天是单人对决的话 你绝对不会赢的 嗯 也许吧 你是全联盟首速第一 跟你solo的话 斗板是我输 但是你别忘了 巅峰从来不是一个个人的比赛 你最好在那侧赛上 拿出你今天的时间 只会更好 因为我们是五个人的团队 每次再见 季相控 季相控 弯一下 动一下 快 抱歉 你的公子还忘拿了 安导演让我给你送过来 谢了 没事 其实 应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今天拿了冠军 而且今天那局 打得太棒了 没有你我打得更好 我知道 可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还有什么事吗 瘦 瘦 我想 请你吃个饭 请我吃饭 我都耍了你一天脸 还要请我吃饭 你没摔疼吧你 没事没事 其实在那个高台上的时候还挺刺激的 好 其实 我有一个梦想 我一直都特别想当一名电竞主持人 我最近一直都在学习了 可是我发现巅峰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而且我有点摸不到头脑 我就认识你一个职业选手了 所以 所以想让我教你 行啊 怎么教 是这样的 我做了一个荆棘女王的英雄技能解析视频 但是做得特别糟糕 而且被网友骂得特别惨 你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帮我看看吧 好啊 在这儿看还是去你家看呀 我家 你做这么多努力 不就为了想跟我搞个暧昧 搞出点绯闻出来吗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让开 言 接着言 欲擒故纵是不是 你都这么主动了我们直接点好不好 走啊 去你家 齐小狗 你太过分了你 是我过分 还是你戏太多了 在温哥华冒充故放粉丝的人士 巅峰节目上 为了点击辆跳舞的人是你 不问事实真相 偷拍上传冲突视频的人还是你 包括今天的真人秀 你闻心自问 你除了点小聪明以外 你哪一点够资格加入点击圈 当一个合格的主持人 我告诉你 这个行业能有今天 是多少人认认真真努力一切换来的 想要急功近利寻求捷径啊 对不起 没有 没有 齐小狗 我求饮无论做什么 也轮不到你这个混蛋来教育我 你给我让开 金鸡女王三技能 黑衣你没事又跑回家来干嘛 我这分是侠女 在这儿说你这舒服 是什么呀 は凡你什么事 恐惧敌方英雄造成伤害 看痕了 对一条纸线上的敌人造成超高的真实伤害 我做了一个 金鸡女王的 英雄技能解析视频 被网友骂得特别惨 没事 别看姐姐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怎么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不是也去你们那个 真人秀了吗 你俩还拿冠军了 别说你俩还真挺有缘分的啊 我看你这够闲的呀 要不要每天 给你加两个小时训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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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行 我可忙了 我跟你讲 我才忙 对一条直线上的敌方英雄 造成超高的伤害 金鸡女王兑现的时候 不能太长久 不能消耗太多敌方英雄的血量 是一个辅助英雄 如果阵亡一次 节奏对自己的血量 也有大力量的减少 所以需要谨慎发育哦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火方英雄还有加速的效果 可以一二技能之后使用 四天的颜色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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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您点击观看我的视频 我正在努力地学习 视频中错漏的地方 欢迎批评 执政 还挺谦虚的嘛 那我就来给你知道知道挑挑毛病吧